接著就去到第十題了 第十題就要找回微子數 這裡有什麼微子數呢? 就是這個A和這個B 都是想你透過一些 midpoint 去找的 我們先看這個FDE這個 triangle 當中G和C就是 midpoint 我們就可以寫得到A就會是八幾一半 現Triangle FDE 就會是 這個的 放大一點 就會是這個的 FG等於GD C F C等於C E 有幾乎 所以 我們這個 A就是二分之一 八 A等於4 就是 midpoint Fail 然後 然後 就會是Consider 另一個 Triangle A B C Triangle A B C 就會現在 C G 就會等於G B N C F 就等於F A 所以 我們這個 B 或者一個 B 其實就是兩個5 B B 是5的兩倍 B是10 這個就是 midpoint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去到第11題 第11題 又是有兩個Triangle 我們首先就Consider 這一邊這個 就會看到G和F是 midpoint 好 這樣就 現 Triangle B C D 又因為 我們那個 B G等於G D And C F 等於FD 這個 幾乎 所以呢 我們那個 G F 就是二分之一 一個八 就是4CM 這個GF 這裡是4 這個就是 midpoint 然後 Fair 好 那這個是4 這邊就是2 那就是說 頂 EG 就是6-4 就是兩個CM 好 接著我們就 用另一個Triangle 就是ABoidot 就會是 現 Triangle ABoidot 就會是 AE AE 因為 AE等於EB And 這個 DG等於G B 這個結分 所以呢 我們這個 S呢 其實就是 2乘2 2的兩倍 那就是說 這個 S呢 就是4 這裡寫回 Mid Hong Fair 接著 就會去第12題 第12題呢 就是 有兩個Triangle 那 我們就 用了 這邊 先 這邊 這個 先 這個 這個 60度 嗯 嗯 或者我們用了 這邊 這個先 那呢 就會是 Triangle Yin Triangle ACD 因為 FA 等於 FC And GA 等於 GD 結分 那這次 玩Angle 玩Angle 我們就會 想用Panel 的 就是FG Panel CD 這個就是Mid Panel Fair 那 接著呢 就會 計得到 這就是35度 那 就 Angle A D C 就是35度 Correspondent Angle F G Panel 好 接著呢 就會看著 1 2 3 和 這隻角 這四隻角 加起來呢 就是 這個叫做 360度 啊 因為這個是 四邊形 那我們寫回 就是 現 A B C D 50度 加60度 加35度 加這隻呢 叫做 Reflex Angle B 這隻 這隻 叫做Reflex的 就會等於360度 那 這個 reason呢 就是 Angle Sum Of Polygon 其實應該要寫回到 寫回到 應該是寫在這個位置的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那個 VFlex Angle BCD 就是 360 減50 減60 減35 就是 215度 那 就是說 S加215度 就是 360度 Angles s at a point 就是說 s呢 就會是 145度 OK 塗一塗 先 好了 不知道這個 reason 應該要寫在 這個位置 就好 這裏 就會是 做了三題 好 好